废旧的报纸竟然也能玩出花来 来自日本的牧村奶奶 用废旧的报纸贴出缤纷的丝纸画创作 这衣服服看起来像是记录美食的卡通水彩画 都是高龄90岁的牧村奶奶 从纸箱挑选合适颜色的报纸 撕成一小块一小块 再按照底稿的轮廓贴上去的 如果仔细观察还能看到报纸上印刷的字呢 简单的一幅画 牧村奶奶差不多要花六个小时 但也有状态不好的时候 要花费两到三天的时间 原来去年牧村奶奶的老伴过世了 她的家人担心她顿失生活重心 偶然看到这种拼接画 便鼓励她尝试学习撕贴画创作 意外开启了牧村奶奶的艺术天分 如今生活中每一个的美好 都被她看在眼里 并用那双巧手封印在这些逼真的拼贴画笔